本台记者陈永青报道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日前宣布一项新的临时许可计划 以确保更安全的户外娱乐音乐活动 作为旧金山逐渐重新开放的一部分 由娱乐委员会管理的新JAM 将可以将帮助企业组织和个人在公共场所和其他户外场所 开展符合公共卫生规定的娱乐活动 在此之前 想要在COVID-19大流行期间 进行户外娱乐的企业必须申请一天的许可证 每天费用为数百美元 或经娱乐委员会为期数月的听证会程序 JAM计划为艺术娱乐和夜生活提供了一条免费和精简的途径 通过在安全且符合公共卫生准则的情况下 增加音乐和其他文化活动来支持他们的商业运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